从去年演出到今年演出 这场大案将何时走向结局 目前还是未知数 薄熙来从中共的政治明星到成为阶下囚 并有可能被判处死缓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去年薄熙来落马的全过程 中央纪委监察部 严肃查处了薄熙来 刘志军 黄胜 田学仁 等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 时间才进入2013年 中共中纪委首次以电视直播的方式 通报2012年中共官员的腐败案件 薄熙来首当其冲 在受到处分的三万多名贪官中 他排名第一 谁都想不到 两年前的两会 薄熙来和他的心腹王立军 还在人大会议上 大肆炫耀了重庆打黑的政绩 一定要实事求是 依法办学 经过打黑突破以后 实际上是澄清了 这个社会环境 对于经济生活来说 我们认为 给予一个更好的环境 昔日的最佳搭档 反目成仇 王立军担心被暗杀 2012年2月6号 飞车400公里 逃亡成都美国领事馆 寻求庇护 轰动国际 当时 外界预期王立军的主子薄熙来 将有可能不会出席两会 薄熙来却高调现身 笔手画脚谈王立军 薄熙来还顺道 为自己澄清了一番 在此呢 你比如说 也有不少人给重庆泼脏水 包括给我本人给家庭泼脏水 甚至 说到我儿子在外面学习 怎么开红色法拉利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愤 一派胡言 薄熙来的反应 仿佛丝毫没有受到 王立军出逃事件的影响 正当外界猜测薄熙来 会不会就此逃过一劫 从清发落的时候 中共总理文家宝 却在两会闭幕记者会上 语出惊人 措辞强硬 温家宝承诺一定会给人民一个交代 果不其然 隔天的3月15号 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 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一职 4月10号 薄熙来接受中纪委调查 9月28号 薄熙来被双开 决定给予薄熙来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对其涉嫌犯罪问题 及犯罪问题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薄熙来和他的妻子谷开来 同时犯下了涉嫌故意杀人罪 接受巨额汇款等罪名 我和我夫人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 几十年就是这样下来了 现在就几乎跟在家里边 就是跟我做一些家务 我对他做出的这种牺牲 我都很感动的 薄的这番讲话 如今听起来格外讽刺 薄熙来的身边人谷开来 目前已经被判处死缓 而王立军 中共中央认为他有重大立功表现 仅仅判求了15年 重庆大戏的最后一个要诀 最主要的薄熙来 会不会是新任总书记 习近平口中要打的大老虎 2013年两会前 薄熙来是否会结案 都在考验着习近平的心正与魄力 新唐人记者唐宇 薄尼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